今次是想发声 其实我不敢说代表哪些人发声 但是起码我想有一个渠道可以发到声 我现在的心情是很无助和很无奈 近日记者原本安静的办公室里 迎来了一位自称是忍无可忍的香港市民 他主动联系我们 希望他能够发声 希望能通过我们传达另外一大部分港人的心声 刘小姐今年44岁 土生土长的香港人 伴随香港从英殖民地时期到回归祖国 在香港从事进出口贸易生意 曾经他也和现在的街头示威者一样 对英美充满向往 渴望走上街头为民主和自由呐喊 但很多现象出现 让他产生了疑惑 在这个活动里面我们看到外部势灵的入侵是因为很多牵头的主要人物其实已经飞去外国读书 还要是著名的学府 这些学府并不是说你随随便便可以考得进去 为什么会有特别这么优厚的一个条件给到你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在我心目中的革命曾经的领导者是孙中山先生 我没有见过孙中山先生会戴口罩 因为那件是正义为人民的事 不是现在个个都戴着口罩蒙着面 其实是违法 看着现在满界的年轻人穿上黑衣戴上口罩 高喊民主自由对英美国家无限产美的样子 刘小姐称可笑且可悲 在他看来 正是这些人剥夺了大多数人的民主和自由 让香港陷入水深火热中 我觉得很可笑也很可悲的就是 大家会不会对民主自由会有一些误解呢 就现阶段的香港来说 他有自由就我没有自由 我去哪里都不行 那我的自由去了哪里呢 不要说我出街的自由 我甚至乎连讲话的自由都没有 因为个人都害怕被人网络起底 而过去这几个月 我们确实见到起底员去别人的家 或者公司 或者如果知道你有小朋友 说去自放行 就是没办法不害怕 甚至乎在街上走过 如果你是一个反对声音 你不支持黄营的话 无论男女老友都会被人打 是要打到你头破血流 才开心那只 我敢说 因为我也会经常回来的 我在内地的自由 更多过在香港 刘小姐对内地的认识 从21年前开始 当时中国世新改革开放 刘小姐所在的纸品包装公司 乘着中国的发展东风 到内地投资办厂 在此之后的几十年里 内地飞速的发展 让刘小姐惊叹且自豪 其实到我出来工作的时候 我介绍自己的时候 我都会跟他说 我是香港人 我不是中国人 因为我真的没有被教育一个外国的观念 我其实也不认识祖国 很多都是听回来的 但是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时常都会回国内 在过去这二十年 我见证中国很多的改变 直至最近在很多视频 我见到北京新机场 我见到外国媒体 不停地去赞叹 为什么这个机场可以美得这样 也都说近一点 譬如好像十一国庆 我想那个应该很清楚 可以展示到 给所有人看到 中国是多么强大强盛 还有转变是多么强烈 现在我会叫自己做中国人 中国人的身份 我觉得好像有一个光环在头顶 因为现在中国确实是强大 现在刘小姐经常将自己的亲身经历 尽可能多地 向身边的年轻人传达 闲暇时候 她也会携家带口 到金属去送信仪卡 或者号召朋友捐资献物 为警察带起一次温暖 在她心里 香港人是聪明 机灵 温暖 且善良的 她希望被蒙蔽双眼的示威者 能停下来 看清事实 还社会安宁 希望他们明白 这场运动 其实是有很大量的外部势力 入侵的运动 我可以这么说 我很多朋友都很支持警方 是很反对暴力 而且也很爱国 所以很希望今次会 政府听到我们的声音 中央听到我们的声音 我们很希望 真是可以有一些措施 做到止暴制乱 可以尽快平息了这场运动 社会回归秩序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